今天有一位朋友联系我 想给家里安装免费的太阳能 同时呢他孩子也在美国这边生活 然后也考虑都在加州嘛 然后他就把他的住处的右边和他孩子的住处的右边发给我 这边查了一下是可以安装免费太阳能和低价煤气 大体上就准备申请吧 但是后来呢也许是他的孩子不太同意 因为现在毕竟怎么说呢 其实朋友们对这些美国这边免费太阳能 可以在网上搜联邦 可以联邦就是美国这个联邦 联邦太阳能补助项目 大体可以搜这样的关键词 搜汉语就可以就可以看到好多这样的介绍 它的背景呢是美国这边官方扶持的 这么环保的一个项目吧 对于这样的就是反正规定特别多每年也在变 然后各个州也在不断的开放啊 每隔几个月开放一个州 然后有不少能源公司在互相的这样的竞争吧 整体还是没问题的 可能有些朋友会有顾虑吧 但是今天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孩子呢 就决定暂时不安装了 这里呢我对其他朋友做一个回应吧 这个完全是自愿 就是觉得这样安装呢 从长远看的一个是能够少交点电费 每个月的能源支出费用少一点 并且还能够对环保方面算是给环保行业做慈善吧 对吧对环境的污染少一点也是好事吧 哎这个是蜂鸟吧 这个是画的真不错 是吧 蜂鸟啊 好的有些美国这边街头的壁画画的是栩栩如生 这个是closed关闭 然后写着bus hours bus是公共汽车吗 公共汽车时间 am2pm am上午片面下午 emergency call 紧急电话啊 这样 晚上1点多 前面这俩哥们这样的 没有手拉手吧 旧金山这边还是比较 宽松 对人的这种交往比较宽松 还是属于相对比较 思想各方面呢 相对来说比较宽和吧 就是自由的信息 比较浓厚一点 这几天呢 还是有好多朋友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就直接给这些通过验证的好友呢 直接邀请到美国相亲大会这个微信群了 因为我上次视频也说了嘛 有一次一位朋友在频道的评论区留言问我的微信 我想一没想我就告诉我的微信什么了 结果可能有其他朋友看到了陆续就剩下我的微信 其实后来我想再找到那个评论 把它我的留言删除 但是找不到了 因为留言的真的是太多了 其实美国这边频道留言的很少 倒不多 中国这个频道呢 留言的还是挺多的 也特别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吧 现在频道的订阅人数 明天可能就能到一万三千 为朋友了吧 我这边也会努力的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去做一些 反映美国生活的视频 也有朋友对我进行抨击 说你这每天好像也没有好好去录视频呢 不像有的人是在美国各个城市这样的游走 然后去录一些对吧 高大上的这样的高端的视频 你这个就是完全就在这几条街 对吧 这样的溜的也没有什么内容 的确是这样 这点我承认 因为我录这些视频呢 只是对生活的一种记录吧 作为一种日记 每天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把它记起来 这样以后回国的时候呢 以后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呢 会是一个纪念吧 同时呢 然后对家人来说呢 以后他们如果想了解 我在美国这边的生活呢 看看每天上传的视频 就知道每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这些事情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吧 同时呢 这些镜头在过了好多年之后呢 也许后人们看了之后呢 会能够知道美国当时 这个街道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 是吧 他们能够了解人们当时的这种衣着 这种车辆啊 这种包括各种设施 因为我今天看美国这边频道 诗语远方 有位朋友叫A 诗语远方 他的频道现在的定位人数是1200人了 然后他是在国内 然后今天我看他的视频呢 他用家里的这样的井 就是农村的这样的一压一压那个铁井 然后就一边压水一边洗菜 他是家里有菜园 他用铁鲜把那个菜挖出来 好像萝卜吧 把那个土抖掉 抖了掉之后呢 用刀子把那个上面的茎 上面的叶子给他切掉 完了之后呢 用这个水井的水洗 我觉得也挺好 有很多朋友评论啊 就是他的人气还是比较棒的 他能够很客观的反映中国 国内人们的生活的情况 我比我比较喜欢 然后也希望他的频道越做越好 因为他的频道已经 早就超过1000人了嘛 定位人数超过1000人的话 那么就可以申请加广告了 就会有收入嘛 这里也祝福这位诗语远方朋友 能够早日开通广告吧 事实上他的几个视频 在观看量特别大的时候 已经开通广告了 开通一段时间广告 有的视频的观看量 达到几万次吧 好像是 我记得 最近也比较忙 也没有看他特别多的视频 以后有时间会慢慢的再看 通过他的视频呢 了解中国国内现在发生的变化 然后他呢 看我的视频呢 能够了解美国这边 这个景象 我觉得这种交流是非常 对彼此有意义的吧 另外呢 还有朋友去留言 咨询 在国内做护士 到美国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啊 美国这边是比较缺护士的 我以前也说过 美国这边不缺律师 但是比较缺护士 但是护士到了美国之后呢 需要再考 这个资格证 另外呢 他说怎么来 反正我的建议 总是觉得朋友们 不管是拿到美国 什么的签证都可以来美国 到这感受一下嘛 到这感受一段时间 如果觉得好呢 就长期留下来 如果觉得不好呢 还有回头路 反正我在美国 这两年多的感觉是 美国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有它的好的地方 有它的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就是人们 在这边生活比较寡淡 寡呢 就是 取个喝寡的寡 淡呢 就是三点水 搁一个盐热的盐 就是这边生活 你看就是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每天很肃静 华人在这边也比较分散 没有国内那样热闹的 那个氛围 当然 各有各的好处吧 所以就只能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这样自己去选择 自己喜欢它的一些点 另外呢 有更多朋友的留言呢 我就大体上 可能没有办法去 一一回应 然后也有说 可不可以介绍一些 在美国这边的职业中介 但是我觉得 必要性不大 我觉得 拿到美国签证 是难度最大的 你到了美国之后 找工作呢 我觉得难度并不大 因为美国这边 劳动率还是比较缺乏的 按照正当的途径 到了美国之后 比方说 你决定在这边读书呀 对吧 或者在这边 如果你单身 遇到比较喜欢的人 在这边 如果他有绿卡 或者他是美国的公民 对吧 那你就跟他结婚 自然就有美国的绿卡了 所以并不难 很多事情 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也没有那么难 对吧 就是这样 然后反正好多评论 好多留言 我都真的没有办法 然后去一一回应了 在此一并表示 抱歉吧 然后这段时间 你看这个是一个帐篷 有人在这睡觉呢 旧金山这边 气候还是比较温和 所以晚上睡觉 在这冻不坏 有的时候我也想 假定哪一天 我露宿街头了 是不是 也买一个那样的帐篷 然后怎么样保暖 因为亚洲人比较怕冷 这几天我集中说的是 美国这边移民的话题 其实更主要的想法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监督 这样的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意识到美国这边移民市场的 这么一个秩序吧 同时呢 反正因为我在旧金山嘛 旧金山这边 有一些律所是做移民的 我这段时间 受的比较集中的是 旧金山这边 美国美英移民律所 张国辉律师 其实我总是想 跟张立徐去探讨一些事情吧 因为以前我在国内也是律师嘛 他以前在中国也是律师 所以我俩其实有很多 共同语言 本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但是可能他也比较忙 然后我这边也比较忙 平时没有机会去交流 所以通过视频呢 这样零散的 去说一些自己的观点 然后呢 希望呢 张律师也能够 对吧 在有时间的时候 听一听 然后做出一些思考 就比方说 律师 这种职业规范 或者职业道德 怎么样去 把握这种 律师的这种 职业操守 就比方说 举个例子吧 就是比如说今天 今天是2019年11月21号吧 现在应该是22号了 这边这么多本账宝 哇 这么多账宝 我要小点说话 把他们抄醒了 前面是个电车 还在运营 凌晨一点都还在运营 电车这个时候应该停了吧 还运营吗 电车 有个电池缓缓的 从这过去了 现在应该是凌晨1点多吧 我是比较喜欢晚上溜的 已经心灵习惯了 觉得这样比较好 因为到晚上 这是流浪汗 这是一个 因为到晚上 夜深人静 人的思想 思绪是比较容易放飞的 能够静下来 白天这种路上 撤水马龙的 对吧 真的心里比较 没有晚上这么静吧 就比方说 今天张律师的妻子 林云女士呢 他就对吧 以他的方式呢 把他先生张律师的客户的一些情况呢 对外界披露 这个其实不妥啊 因为律师跟医生一样啊 比如说客户面对律师的时候 以及患者在面对医生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隐私的 而且呢 像律师和医生 他是可以免除去揭露自己的这个客户 或者揭露自己的病人 比如说医生 你给一个患者看完病之后 这个患者的身体有什么缺陷 你是不可以说的 对不对 因为医生你 无论给病人做手术 还是做理疗什么的 你可能会很容易的触碰到 病人的身体 所以必然病人有些隐私 没有办法 给你去 对吧 隐瞒嘛 这些好像一些妇科大夫是男的 对吧 你说妇科大夫是男的 包括一些产科大夫是男的 你说患者都是女的 对吧 但是可能男女有别的 有这个隐私 但你这个男医生 你是不可以说 我今天看了一个女患者 她的身体部位 有什么特点 什么缺陷 我就跟别人说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不但这个医生 不可以自己说 这个医生 还不可以去告诉她的家人 同样律师也是 律师在接受客户的委托之后呢 她是不可以把她的客户的一些信息 案件的信息 案件的进展呀 或者这个客户的情况 跟外界披露 同时呢 也不可以跟家人说嘛 对吧 但是今天很明显的 张伟辉律师 她的妻子呢 林云女士是 明显的是从张伟辉律师那里呢 对吧 然后把客户的信息拿到之后呢 以她的方式对外进行披露啊 这个实际是很不妥的 这样容易遭到客户的这种投诉 甚至涉及刑事责任 对吧 对吧 这个实际是很敏感的啊 所以建议张律师呢 能够跟 跟你的太太呢 其实好好地去说一下 然后包括张律师的妻子呢 林云女士呢 也好好思考一下 怎么样做才是妥当的 对吧 不能这样的 对吧 你说 以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把这个老公给害了嘛 对吧 然后呢 当然了 对张律师的妻子林云女士 她用另一种口吻啊 说张律师是她的恩人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其实夫妻之间 是可以彼此用恩人的这种 对吧 相敬如宾 相敬如宾吧 是什么说吧 相敬如宾 对吧 在美国两年多汉语语的时候 都有点忘了啊 但是就互相尊重吧 然后互相以感恩的心 你觉得你对你的妻子感恩 那么她就是你的恩人呗 然后妻子对丈夫感恩 那么 那丈夫 就是妻子的欺人呗 对吧 欺人恩人呗 对不对 既是亲人爱人又是恩人 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的 所以对于 林云女士所说的张律师是我的恩人 是她的 就是说张 林云女士说 说张律师是她的恩人 就是说我老公是我的恩人 我觉得这个 这个都可以啊 情感的表露 也不涉及客户的隐私利益 这个没问题 就像以前 有一位女士 她的老公也是很有才华 然后 在她老公的协助下呢 这位女士 她的指称禁机了 就是她的职位禁机了 然后呢 并且调到北京工作了 然后大家也祝贺她嘛 说 说你一禁机 二禁机 你得感谢你老公啊 然后这位女士说 我老公是我的恩人 所以这个就很好嘛 但是对于这个客户 这个信息呢 如果说 张律师呢 跟她的妻子披露 然后她的妻子呢 再把这个客户的信息 向公众披露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个动辄就会 处犯美国这边的刑法 要判刑的 所以这里呢 我忍不住要提醒一下 虽然现在是夜深人静 但我觉得我 还是要把这些话说出来吧 其实 这个时候说这些话也不妥 还说这个时候 说一些 情感方面的话 是比较好的 你说这些法律方面的 这个也不妥是吧 但是觉得还是 作为同行 然后作为 大体也是 应该是同龄人吧 对吧 应该虽然 都不年轻了 张律师呢 也头发卸顶了 我的头发虽然没有卸顶 但是 也不年轻了嘛 我觉得 至少从华人这个角度呢 互相都应该是 比较爱怜吧 爱惜吧 对吧 另外呢 反正张律师这边 像以前 但是他的太太对张律师呢 可能觉得张律师 作为老公 是他这个太太 这个妻子的这个恩人 其实你看张律师有的时候 他工作忙嘛 有的时候在看这些客户资料的时候呢 他就 因为客户的资料比较多 然后翻页的时候呢 手干 然后就滑嘛 所以有的时候张律师就会 往手心吐吐嘛 这样吐 其实这个对身体是很不好的 因为人的唾液是负责消化的 而且人的唾液里边有好多 幽默罗腺杆菌呢 各种细菌呢 因为人的口腔跟消化道是连着的嘛 对吧 从口腔到食管 到胃呀 到肠道啊 对吧 乃至于到肠道的末端呢 都是连着的 所以说很多细菌都会出来 对吧 不但是 唾液这样吐的时候 可能自己的消化呢 会紊乱 并且呢 有些病菌也会沾到这个 客户的这个 资料上也不好 所以我建议呢 雷云女士可以给您先生 给张律师买一个那种 海绵的细水盒 那个不贵 那个在 超市可能也就两美元一个吧 就那种 咱们在国内银行经常见到的那种塑料盒 然后里面有个海绵 里面放一点水 这样张律师在翻页的时候呢 就不用再往手心吐吐沫了 一种 这样的一番 对吧 这样的其实也很 选得文雅一点吧 其实人就需要不断地去 让自己变得更文明吧 对吧 就是 让自己不断地去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 这边有英语 Vaccines cause autism 疫苗导致自闭症 这是 接着走 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 所以直接走就可以 在美国这边 这些车辆还是比较让行人的 今天也有岁岁年很多吧 主要是跟张律师呢 说一下律师的职业道德 职业操守 然后并且有一个自我的一个保护 怎么样不给自己招致一些祸患吧 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不防范一些事情 当这些灾难敲门的时候你想躲 已经无处可躲了 所以必须要防卫杜剑吧 平时从各方面呢 这是个上坡 所以走有点喘 对 另外呢张律师也是 也要锻炼身体嘛 像咱们做律师的 虽然我不是美国律师 我也不想考 但我觉得我身份也是中国律师吧 就是 有的时候律师动脑 可能四肢呢就不太灵活 爬坡的时候有点喘 像我这样 张律师 身体也比较瘦弱 然后小的时候可能也是 我一时候缺钙 可能腿有点弯 然后还有点驼背 但是这个都不要紧 补点钙 但是补太多钙也不行 补太多钙可能容易出现结石 对吧 所以呢张律师我觉得也要 锻炼身体嘛 从各方面 然后身心 各方面进行调养 之后呢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 然后呢心情可能也会更 常规一点啊 就是不会用那种 很负面的那种情绪呢 去对待客户吧 对吧 反正总之 以后我会陆续的跟张律师 通过这种方式交流吧 也希望张律师呢 反正有的时候 我就想着想着出现一种场景啊 张律师有的时候 张律师比较幽默嘛 他可能有的时候 会在兜里 揣着一个小本 然后拿着笔啊 随时可能会把我视频里 削起来 我觉得这个应该挺好的 这样的 这边路边的酒吧 人们在这还在这消遣呢 现在差不多凌晨 凌晨两点了吧 所以这些老美可能他们的所谓的夜生活也就是这么单调吧 在这个酒吧 小酒吧门口 在这扎堆 然后抽着烟 然后喝着那种冰凉的酒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好吧 张律师 就是这么多吧 然后你跟您的妻子 林云女士好好说一说 别让他 再把您的客户信心的向外披露了 这个真的很危险啊 尤其是美国这边 其实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嘛 这是一种 公认的国际通行的这个一种方式嘛 好吧 张律师再见 再见再见 明天接着聊 明天接着聊